新工厂的位置就在收费站的隔壁 八升港口 工厂面积为23千平方尺 如果你的工厂业务需要你频繁往返东南亚第二大港口 八升港口 那么让我带你看看一座新的三层楼半独立式工厂 这座工厂的起始面积从30千平方尺起 而且距离港口这里非常的近 现在我们驾车前往新工厂 前面就是Bullet Inda的收费站了 从这里开车大约15分钟 就可以抵达Plaza d'Otelok Banglima Garand 一处这个收费站 个壁就是新工厂的位置了 这里就是Zenjarum 新工厂的位置就在收费站的个壁 非常方便 而刚才我们行驶的那条高速公路是SKVE Highway 2010年政府开通了SKVE 将东部的Putra Jaya行政中心和西部的Port Clank贸易港口连接起来 通过SKVE你可以直奔把身区 Banda Saudjana Putra,Puchong,Putra Jaya等等 取代了经常堵车的Federal Highway和Kansas Highway 从工厂隔壁的这个收费站 往右行驶4分钟就可轻松抵达WCE Highway 这条新建的高速公路预计今年完工 让你的货车不再依赖南北大道 也可以直达太平和大马北部地区 此外SKVE还连接着Elet,LDP和Max Highway 除了高速公路带来的便利 这间工厂隔壁还会建设一个250英亩的综合性发展项目 而工厂的对面是Zenjarum的街震 这里有商店,有住家 员工只需步行就能满足热厂所需和住宿 非常方便 那么你已经准备好在Sofet站隔壁设立你的工厂吗? 这座三层楼的半独立式工厂 空间非常宽畅 土地面积从30千平方尺起 工厂面积为23千平方尺 这样即使你日后想要扩充你的工厂空间 旁边还有很多土地可以使用 类似这样大型的工厂 在其他地区如Kotakomunin,Sharam,Puchong 每平方尺至少需要600令吉 而制作永久地区的工厂 每平方尺仅需380令吉 也就是890万起 比市场便宜58% 除此之外 工厂也建在海拔高于4.6米的地方 避免淹水问题 每间工厂都配备了高品质的设施 例如Stainless Steel Gutter Clip Lock Roofing System Concrete Driving with Powling Covered Looting Bay等等 将工厂设置在收费站隔壁 仅需5分钟到达SKVE Highway 20分钟到达巴森港口 这样的方便能为你的生意 带来什么样的升级呢? 马上点击以下链接 与我们预约参观工厂吧!